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践行时 要您共赏 科技冬奥会 2022年 中国迎来期盼已久的冰雪盛会 第24届冬季奥运会 比赛分别在北京市区 北京延庆 以及河北张家口三大赛区举行 便捷的交通是赛事成功的重要保障 金章高铁 世界上第一条实现自动驾驶 且时速达到350千米的高速铁路 不仅连通冬奥会三大赛区 还成为打通金经济 乃至周边西北区域的交通要道 这条高铁的建设也创下了多项世界之最 巴达岭长城 这一段地势险峻 长城之下 已经建成了世界上埋身最深的高铁车站 从北京北站乘坐金章高铁 半个小时左右 便到达巴达岭长城站 我们现在呢 先下车了 来到的这一站呢 是巴达岭长城站 这个地方可能看上去呢 跟普通的火车站或者是高铁站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非常深的地下 从这儿 上一道非常非常长的电梯 这是世界上埋身最深的高铁车站 位于长城侧下方 102米处 相当于30多层楼高 我们刚才穿过了两道长长的电梯之后呢 现在终于已经到了地面啊 而且出了这个站口之后啊 大家可以往这边看 那个区域就是巴达岭长城的景区了 可以说是从出站到景区 几乎是一站直打 非常方便 为什么要把高铁站建在这么深的地下呢 一般来说 在山区建车站 多选建在群山之间开阔的山坳里 这样能减少山体开挖的工程量 降低施工难度 但是 巴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坳 离景区最近的也有3000米 这意味着 游客下车后 得走很长的距离才能到达核心景区 极为不便 为方便游客 缩短高铁出站口与长城景区的距离 车站最终选建在巴达岭长城侧下方的百米处 这座地下车站 占地39,852平方米 相当于六个足球场大小 分三层 由78个大小不一的洞室组成 交叉密集 堪比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 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 时还要顾及地面上长城和周边文物的安全 怎么才能完成建设 又确保长城 万无一失呢 这些开凿的隧道 就是当时建设中的巴达岭地下高铁站 怎么才能在长城下的山体里 修建出一座巨型地下车站呢 用炸药爆碎山体 是地下工程常用的办法之一 这是准备继续往前开凿的隧道 这一面岩壁称为掌子面 工人们在掌子面上钻出一个个孔洞 这些深三米的孔洞 就是装雷管和炸药的地方 也就是炮孔 这种工法叫做钻爆法 以往都是人工钻孔 要打出一个深度为三米的细长炮孔 需要工人拿着风枪钻至少二十分钟 效率低下 作业环境恶劣 为了提升钻孔效率 这种三笔凿烟台车 在空间允许的工程现场 已经被广泛应用 以前需要二十四个工人的钻孔工作 现在两个工人两辆台车 八十分钟就能够完成 接下来在这些钻好的炮孔里 将逐一塞入雷管和炸药 但是如果同时引爆掌子面上所有炸药 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 很容易把山体炸塌了 因为文物对震动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在我们的长测站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是一个保护文物 人家刚才说了我们隧道立得比较近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可以把我们预留的 这个炎柱很薄的炎柱炸垮 工程师们需要更为精准的爆破技术 这是唐山拆除一座210米高 废旧烟囱时的视频 因为周边没有足够的空地 没法让210米的超高烟囱 直接倒向地面的任何一个方向 爆破专家经过严谨计算 找到合适的爆破点 通过分次起爆的方式 让烟囱断成上下两节 一起倒向同侧空地 但是精准 还不足以满足巴达岭长城站 地下工程的爆破要求 按设计 巴达岭隧道有2000多个爆破点 最多是一天要进行120次爆破 这对顶上百米处的长城来说 依然威胁重重 怎么才能减少对地面上长城和周边文物的威胁呢 我们采用戒指雷管 精容易手上爆破 跟以前普通的爆破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以前我们炸药爆的时候 就是哄一声响就爆了 那么我们现在采用戒指雷管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炸药是啪啪啪啪啪 是这么一个爆破 是有间隔的 雷管是引爆炸药的装置 普通雷管引爆工作几乎是同时完成的 这是金章高铁巴达岭长城站建设使用的电子雷管 这种电子雷管可以不同时引爆 而是按工程师设定的时间竹孔起爆 能把爆炸震动速度降至每秒两毫米以内 每爆破一次产生的震动 只相当于在长城上跺一下脚 这就是先进的精准微损伤控制爆破技术 隧道里 掌子面上已经钻好一百多个炮孔 这种与电子雷管配套使用的乳化炸药 污染少 爆炸性能更强 电子雷管连接着导线和炸药被塞进孔洞深处 这些导线一头连着电子雷管 另一头连接到起爆器 一切准备就绪 距离长城最近的一次爆破 即将开始 创新建行时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距离长城最近的一次地下爆破 即将开始 创新建行时 提防到结束 五 四 三 二 一 提防 山底下 仅仅一秒钟的爆破 结束了 山顶上 长城安然无恙 山顶上 山顶上 河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中国高铁的建设技术和装备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二环的西之门 京章高铁的始发站 城市核心区 高楼林立 寸土寸金 基本上没有在地面 架设高铁线路的可能 京章高铁 采用了隧道的方式 从地下出城 但是 巴达岭长城站建设 使用的炸药爆破方式 并不适用于这里的隧道建设 因为 他们遭遇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地下系统之一 京章高铁出城隧道 将和北京地铁十号线 十五号线 十二号线交叉而过 并行十三号线 此外 还要下穿七处重要城市道路 八十八条重要市政管线 如果用炸药爆破 无疑会对现有地铁线路 燃气电力管线等市政设施 形成威胁 怎么才能安全又高效地穿越 复杂的北京地下呢 这个巨型装备 就是号称地下钢铁蚯蚓的 隧道挖掘神器 钝垢机 它能够在地下快速开挖掘进 适用于直径大小不变的 隧道挖掘工程 广州东方码头 开挖隧道所用的超级力气 在这里下线 开挖直径达到十二点六四米 相当于五层楼高 总长一百四十六米 相当于六节车厢的高铁 整机重量高达三百五十万千克 相当于五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的重量 十多年前 像钝垢机这种大型设备 还是长期被国外垄断 随着中国地下工程的蓬勃发展 建造技术和装备不断实现飞跃 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钝垢机 已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 2017年11月6日 静张高铁的出城隧道 动工兴建 顿垢机始发绝境 2018年11月20日 短短一年时间 顿垢机的刀盘 从既定洞口精准破土推出 6022米的长隧道贯通 历时三年多 174千米的金章高铁全线贯通 这条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铁路 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征程 取得的辉煌成绩 也助力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便捷通行 2022年 中国将努力给世界呈现一届 科技 智慧 绿色 并重的冬奥会 除了服务于冬奥的配套交通工程 冬奥会的赛事筹备 还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成功举办一届赛事 除了交通的保障 电力供应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 百分之百使用清洁能源供电 这在奥运会历史上上书首次 这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 创新进行时 下期继续揭秘